印制假钞既然判决无罪 这是怎么回事 屏东两名男子利用影翼机 印制了5600多张的千元假钞 币值高达560万元 被依防害国币罪起诉 不过他们公称是为了要拿来炫耀 加上判决指出这些假钞数量 没有在市面流通 而且印制粗糙 一看就是假钞 因此法院判处两人无罪 市面上假钞流动 店家收钱先再三确认 就怕拿到假钞 不过在屏东 两名男子涉嫌印制大量的千元钞票 但判决结果竟然无罪 一碟又一碟的千元假钞 用橡皮筋捆起来 两名男子用影印机 印了5600多张签钞 币值高达560万元 被依防害国币起诉 或判无罪法院给出答案 这个伪造币券 一定要有意图 恭喜使用的这样一个要件 但是就本件 检察官举证的结果 还有法院调查的结果 认为本件被告 并没有办法证明 他们有这个 意图行使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主观要件 当时被告 卢姓男子和梁姓男子声称 印制千钞只是为了拿来炫耀 两年来都没有拿出来使用 而判决也指出 数量确实没有变少 假钞也没有流入市面 扣完的这些伪造货币 质地非常的粗糟 它裁剪的非常的粗糟 而且在背面 甚至有留白的情形 一般人可以很轻易的辨识 是属于伪超 何怡婷是判决被告无罪 没有使用假钞 加上印制粗糙 两名被告或判无罪 这样的结果 律师指出是检察官举证不足 我们的刑事诉讼法 是一个无罪推定 被告不需要证明自己是无罪 检察官应该要付举证的责任 来证明被告有罪 一审是认为被检察官 在这方面的举证还不够 印制假钞竟然无罪 恐怕会让民众无法接受 这是不是变相鼓励大家来印假钞 不过对此结果 评价指出会在研议继续上诉 这位苏世伟 评论报道